末日降临 陨石撞击 整个城市都成了一片活汗 就在这生死村 等等 这个开头 好像有点眼熟 哎不对呀 怎么又末日了 OK兄弟们 那今天也是末日图的挑战 左边传送门为山谷探险 右边传送门需要控制塔雕拯救队 呃仔细想想 我好像不会开塔雕 过来 Nice兄弟 我相信您 这时的我还不知道让他开塔雕的后果 走 山谷探险群 第一关是踩石头爬山 太简单了吧 一点末日的尊位都没有 不为了啊兄弟们 虽然咱们落后了一截 但是只要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就可以落后一大截 喂 你们人呢 慢点 等等我 我没上车 成功与队友会合 虽然只有你一个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提醒前例 就定然能够 没事啊 咱们不急 慢慢走吧 看来倒霉的不止我一个人啊 我先走了 莫不打扰啊 终于上来了 这就是外面的事件吗 世界炎燃成了一片火海 哇 杀死宝宝了 接下来是走钢丝环节 阿姨 你快点吧 阿姨 我懂了 你不敢走 是吧 来 我带你过 可以 我跟你搭屁屁 走喽 哦 失误失误 再来一次 这次我肯定呆 别别别 离我远一点 最后已经失去了对我的信任 我必须证明自己 通了 两个人可以 你有病 看到第一名了 没想到我速度这么快 不就是挑个股东吗 太逊了 看我的吧 城市居然都被破坏成了这样 真惨啊 继续走吧 吓我一跳 还好我反应快 再见 蛤 蛤 蛤 原来是要挑下去 下面是踩平台通过岩浇 简单简单 等待队友驾驶吊台迎救你 记得跟队友道歉 必须的 所以说现在就等那个开吊塔的老哥了呗 2000 years later OK 吊台已经来了 兄弟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我肯定带你进去 所以说不要总是烫别人 我们要相信自己 对对 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到他 把我们送过去就行了 喂 不是 你怎么停了 隔着开烤蛋派对呢 很烫啊喂 再往前一点啊 很难受 哎呀 很痛苦 很烦 我受不了了兄弟们 再见 不要想我 嗨 你也来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OK 回来接我们了 我们可以看到 塔条师傅正在跳着位置 那咱们也往前坐坐 他 他还要往前吗 我求求你摇了我吧 不论我们如何劝说 那两个兄弟 坚决不在常做了 没办法 咱俩继续过关吧 但是令我做梦都没想到的心 那这塔条师傅就把我们扔在这不管了 哇塞的人呐 小鸣呢 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5月1号晚上7点 下次会和许多大家喜爱的主播 一起开播蛋派排队 晚度五一加气 到时候还会有很多惊喜礼品送出 记得准时来看哦 B了